尚伟先永连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婆 南无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那么地藏王菩萨 武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地质重等 学法器 鬼神莫婷婷 我们上课的时间 大家声音或打法器 我们要练习亲身一点 还有因为我们隔壁有人在上课 所以说我们讲话各方面 法器你都要亲 因为上课不要吵到人家 以前没有什么注意 就越唱越高兴 越唱越嗨 像我们之前我那个宴口 要请那个师傅 他打得很高兴 那个鼓都打飞掉了 我跟他讲说轻一点 他说很高兴啊 很高兴打一打 这不小心就打飞出去了 其实我还是觉得说 我们这个大家这个有时候法器 那个音量高低大声小声 你可能没有这个没有没有 不会没有那个分寸两样力不好 有时候小又太少声 大又太大声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 我是觉得说 当这个法器在打的时候 你觉得说你可以听到 周围的师傅可以听到 这样就可以了 你不要说完全都听不到 打那个鼓啊 法宗鼓啊 有的人说民众暗鼓 民众暗鼓啊 民众暗鼓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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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向弄错了 我们今天就是大概总结一下 我们这一台这这这这几个的那个 大概总结一下就好了 怎么样 我们7点半都是7点半参加对啊 我们7点半都是7点半参加对啊 因为我们今晚也需要保持的照片 新婉课什么 新婉站 新婉站要找师傅的照片 怎么样 为什么要照片 因为我们那个 因为现在治安的问题 治安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 治安的问题 治安 治安 治序安全 有关系我们很像1月2号整个更新 所以有讲课的法师都要 讲课的法师啊 对 那我们我们是是今年吗还是明年 明年 明年明年再给你就好了 我可以这样放 可以了 可以了 明天就好帅啊 还是师傅你 你一样之后才带着 就是师傅的照片 OK啦 明年再给孩子打的 也可以啊 可以啊 所以要把您最喜欢的 最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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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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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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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 不用 多多多 好 來 那個喔 那個門關起來 門關起來 那個 前班的同學要給你的 前班的同學喔 好 好 好 祝福的話 那個民宗暗谷 我覺得說這有點過了 那個民宗暗谷 有所謂的民宗暗谷 民宗暗谷 就變成沒有聲音了 那個之前 我們市裡面一個師傅 這幾年了 這幾年了 他怎麼打呢 這樣就不用打了 民宗暗谷 他這個方式是不對的 後來我跟他講 你要那個谷的聲音要出來 谷的聲音要出來 民宗暗谷 如果說有人跟我們講民宗暗谷 如果他示範給你看 所以說很多事情還是要經歷 他有的人他的理解 那個以前的那個理解 就是這個民宗暗谷 不用寫吧 可以聽到聲音那個名 因為我們每個人的理解不一樣 所以說我這個也沒有人教我 也沒有人教我說怎麼就是民宗暗谷 可是我們這個法器要讓大家聽到 法器可以按大家的心 法器是什麼意思 法器要設大家的心 對不對 不是設你們的心 不是設你們的魂 是設你們的心 知道嗎 法器讓我們可以讓我們安定下來 法器的功能是這樣子 可以讓我們感覺很 我們這個法器叫做越重 越讓你歡喜心 對不對 南傳佛教他都沒有法器 他就是這樣清唱 經文這樣唱 我們不會他們那邊來 那個南傳佛教 南傳佛教是 就是唱 就是清唱 那個藏傳佛教 他們有一些法器 吹法羅 打鼓都很單調 節奏很單調 他們就是大概一句一句一句這樣唱 我們漢傳佛教比較靠 比較說講大乘佛教的 大乘佛教的就是要讓大家很歡喜心 主要就是大乘佛教主要的 就是要讓大家歡喜心 讓所有人的歡喜心 這個東西 這些法器我們演變到像以前 什麼有吹那個什麼 談很多的法器 我說演進到我們台灣 我們接觸的就是當職 克職 當職 克職 小木魚 小谷 髮中谷 這個沁 大魚 就是這樣子 主要的法器 我覺得說我們如果說太過吵雜 那就變成一個樂團了 我主要 我們這個唱頌 主要是以經文為主 那個法器是點綴 你不要這個法器的聲音大過這個 我們這個唱頌 我們這主要的念基 或拜佛的這個佛號的聲音 我們的聲音 這個法器 所以說你那個輕重要注意 有的他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說我們也不好意思說什麼 我說輕一點 包括咬零 咽口的咬零 那個都是輕 那個輕的聲音不是說都沒有聲音 是大概那個聲音的節奏 聽起來幾個似乎這樣敲 十幾個似乎這樣敲 只有聽到一個聲音 所以說那個節奏是很一致的 而且那個又輕 聽起來感覺會很喜歡 如果說變成這樣 那就是有點吵雜 可是也沒關係 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我們所接觸的好或不好 你喜歡或不喜歡 在佛教這方面 法會這方面 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 你都種了無量的善根 你不要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的環境就是 如果說有好的一個團體的話 有好的團隊的話 那是沒問題的 如果說可是是這樣子 這邊加一個 那邊加一個 這邊找一個 臨時找一個 這邊老子找一個 平常也不是不常在一起 每個人的那個 有時候你看看 其實我覺得說那個鼓啊 上次那個咽口 你們有人去的聽到 確實太大聲了 我都覺得太大聲了 所以說那個鼓要適當 你不要把說 我要突顯我的鼓的聲音出來 不用這樣子 我打的鼓 我也一直常常覺得說 我不曉得我的鼓會不會太大 我自己包著 我自己在打 我也在打的當中 我也怕我的聲音太大 也怕我的聲音太小 有時候該中的時候 你要中一下 點綴一下 所以說 所以說你們這個輕重 我是先把這個觀念跟你們講 有時候你們上去打的時候 如果有機會上去打的話 你們才知道啊 那個門的檔 蘇童趕快進來 我們我的小 蘇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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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啦 坐啦坐啦 蘇童來這邊坐啦 所以說那個輕重 大家其實我先把這個觀念講給大家聽 我們輕不要太輕 重也不要太重 這個怎麼拿捏 就是你上去的時候 你才會慢慢的去調整啊 對不對 我這樣講 先講一下 那個民中暗鼓 他的方式是不對的 這個觀念是不對 可是也沒有人教我 可是我覺得說 至少要讓大家聽得到 這個聲音又不是很大聲 又不是說都完全沒聽到 打成這樣子 那就不用打啦 所以說這個 節奏怎麼樣 就是大家要去 去上場去打一打才知道 我覺得說 我們這個 我們練習的這一段時間 我練習的 我們練習的這段時間 大家都沒有機會上場去打 你也沒機會上場去打 只是在理論上 聽書這樣講講 你到底會不會打 你也不曉得 你會不會打 張張會不會打 所以說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你們要多參加共修 你們一定要參加共修 我跟各位講 什麼去看那個演唱會 去逛街 那個次數都可以減少了 電視也少看 不要看電視 我們要看 其實你對任何事情都要 你看 我覺得說我們現在的人 大環境的關係 我們現在的人 大環境的關係 我跟你是好朋友 我跟你是好朋友 你的問題 所有的問題 包括缺點我可以包容 你很優秀 可是我跟你不是沒有來往 你的任何 就算你的優點再怎麼樣 我也不會認同 都是這樣子 可是我們人要做一個客觀的 你要客觀的一個思維 你要客觀的 我們學佛就是這樣子 我們學佛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學了佛 你到底 我說我常常 我們回向都說 受持佛法 具足政治政見 什麼叫做受持佛法 具足政治政見 我們還是落在這個感情當中 跳不出來 所以說你 對親子 所以說你這個要怎麼 怎麼叫做政治政見 你要怎麼落實這個政治政見 沒有辦法 我們的政治政見在哪裡 就是把金書打開的時候 我們才有一點點的政治政見 隨著經文這樣念過去 這段時間 有一點親近心 有一點親近心 其他的時間 我們都是落在分別當中 知道嗎 所以說我們 我們只有怎麼做 你知道嗎 就時時刻刻的懺悔 時時刻刻的懺悔 當你 當你這樣子一個念頭的時候 也不是說保持說很難過 不用這樣子 就是 就是 我們所有時時刻刻的懺悔 最簡單的就是 你心裡面默念佛號 可是我們 我們哪有辦法這樣子 我們哪有辦法這樣子 這種東西是長期累積培養出來的 所以說我希望說各位 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 這個範拜班 我是一個 我 我 這次的範拜班 跟十幾年前 在這邊教的範拜班 我是 這次是很用心的 上次我是有點 十幾年前 我是有點忽然的 可是 雖然忽然我就是 趕快把這期課交完 我就畢業了 那個 那個執行長也希望說我繼續 可是那時候 我在電力跟他講 不要再找我了 因為我的環境 可是我這次就是覺得說 為什麼呢 學佛不容易 我一個感受 很深的感受 學佛非常不容易 你看了幾本書 我覺得說 我們不一定有正知正見 道業上 我們學了佛 我們為什麼要學佛 我們學佛的目的 第一好像要增長智慧 可是我們智慧增長了嗎 這個是一個問題 懂好像懂很多 可是遇到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處理 遇到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處理 我們一樣跳出來 好像是眼不見為盡 什麼都沒事 就沒有示威 不是這樣子 修行不是這樣子 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這是我個人的經歷 很多師父也是這樣子 我這個地方不好 我就跳開 這不對啊 這個百分之百是不對的 我那時候我師父要挽留我 把我留下來 可是我還是 夾在課 夾在課你聽我都聽不下去 對不對 對師父百分之百的信心 可是還是退出來 還是退出來 有一年我師父啊 我師父離開了 我師兄弟回陳天寺 每個禮拜還是禮拜天 我們陳天寺都有那個 我師父的 算是佛衣啦 就是念佛一天啦 早上兩支香 下午兩支香 就這樣子然後接完課 很簡單啦 以前我是打地中 打地中啊 我看著師父在前面講話 我現在離開了嘛 離開了還是有繼續啊 離開了還是繼續 有錄音啊 錄音啊 我講到一段 我聽到一段 就心裡面很難過啊 那個師父有病啊 師父自己講 有病啊 父母有病啊 不遠離對不對 那個我們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師 那個講的 那個父母有病不遠離 師長也是一樣啊 師長好像老師 師父好像是我們的父母一樣啊 可是那時候有 大環境其實是很困難的啊 可是那時候你為什麼 沒辦法對師父的信心不夠呢 你信心夠啊 可是你為什麼做不到呢 我們學佛難就難在這個地方啊 被我們的情緒啊 我們跳不出來 就說你說我眼不見為鏡 這個都不對 修行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91年 93年 93年啊 我開著我儀仗給我那小老爺車 開進去 經過那個鐵門啊 我們臨近是那個鐵門啊 那個門啊 大門啊 我開進去 我就起個念頭 再大的困難 再大的煩惱 再大的困難 我都要忍得住 知道嗎 可是這個還不夠啊 這個還是不夠 還是要同餐道友的幫忙啊 好想救救啊 同餐道友是什麼 秀蘭老菩薩 秀蘭老菩薩 所以說我對秀蘭老菩薩很感恩啊 還有一個那個見學師 他現在出家啦 我問你怎麼樣 你都不能離開 有這些 這些同餐道友 這些老菩薩 來跟我鼓勵啊 不然 不然我跟各位講 修行這條路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們先來的你們在家居室 不要說在家居室 連出家狀都這樣子 遇到問題都跳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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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零記室這幾年 說那個 有的之前在早上幾年的時候 有個師傅說 他覺得說他可能是怎麼樣 然後說他還說要離開 他說要離開啊 我說齁 我心裡面馬上就有個念頭 稍微調換一下 他的心就打開了 因為我知道他的問題在哪裡啊 他沒有跟我講 我就不知道 他跟我講 他又說他要離開 可是他跟我講的時候 我會是 我們就 他說他本來在山葬嘛 山葬他待了一年啊 他待了一年啊 然後他的問題齁 我知道他問題啊 就是問題在哪裡 跟下面一個師傅啊 他稍微調換一下 剛好這個 剛好調換一下 他心就開了 我這樣講的時候 他馬上就接受了 他也沒有去跟誰講 這個就是 我跟他講一下 他調一下 這個都可以講的 所以說有些事情 我們要去做一個協調 你知道了 因為這條路真的不容易啊 你讓一個人離開 就算他們他再怎麼樣不會 你要讓他把心安度下來 有人說像我們室裡面 有人說這個人要讓他離開 我就想說不要這樣子 出去 在這裡已經很糟糕 出去更糟糕 對不對 那就放流吃草啦 對不對 所以說修行這條路不容易啊 如果說不容易 你們都是這個模式 有時候來上課 上課完就回家 可是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我說不要講在家居士 這個只有鏡頭啊 其實我的一個心就是希望說 大家要對佛法要有信心 走 你既然學了佛 你要知道怎麼 不是只有一個讀書 你讀了書聽課以外 你還要知道怎麼修 這樣才對啊 才對我們有幫助啊 如果說我們聽課 然後我們就回家 遇到一些問題 我們就 沒事也不見為盡 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先鼓勵大家 你一定要共修 共修可能會有很多問題 可是你要有這個心去包容大家 或者說你要先提升我們自己 一直用功一直用功懺悔啊 然後因緣成熟的時候 很多事情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熬了很久啊 熬了很久啊 所以說很多事情就是 你不要去拒絕啊 你也不要說沒有辦法 我覺得說 包括到今天為止 我覺得說很多事情都還在那裡 還在變化 好像有轉機 每個人都有 我看到的 我雖然沒有接觸 聽到聲音 光聽到聲音我就知道 欸 某某人 他心念可能有轉 這是我自己想的啊 所以說我們對 我們學了佛之後 我們的心啊 可以感受到周遭的變化 光聽這個聲音就可以了 你也不用去看人 可是我們也不用去攀緣啊 我要為他調整關係 我請你吃飯啊 我請你跟你吃飯啊 不用花這個錢啊 所以說 我在這邊 剛開始第一堂課的時候 我說我們這堂課 我們這個飯拜課是發心的工作 我一直強調說 我為什麼那麼用這堂課 今年這堂課 我為什麼覺得說我很用心呢 我覺得說第一點 修行這條路不容易 那就是還有 學了佛是多麼大的因緣 多麼大的福報 你要把這個因緣 再把這個能量再把它擴大擴大擴大 我現在的信念就是希望說大家 能夠聽到佛法的音緣 大家在道樂 自己的業力上面有改善 自己的業力有改善 各方面包括你的家庭啊 包括你的家庭都一定會改善 以前我們只是看書啊 以前我們只是看書 拜佛念佛這樣 就這樣子 可是我們對佛法的信心 我覺得說是很脆弱的 有問題去跑去看醫生 我爸爸生病 接著老和尚生病 那兩年感觸很深 這個病啊 我們這個身體到了醫院裡面去 真的就是一個商品 知道嗎 很苦啊 非常苦啊 所以說你不用功 我們竟然有聽到佛法的音緣 可是我們卻只是聽到而已啊 只是聽到而已 所以說我一直常常講 什麼叫做修行 我在成縣次的時候 什麼叫做修行 所以這點一直在 現在還在講啊 心裡面還在想 什麼叫做修行 不容易啊 知道嗎 不是我們這樣一直做就對了 到這邊 他的方式不一定要用A方案 到這邊 可能就要用西方案 不一定啊 對每個人都不一樣啊 是不是 所以說我們學佛 學佛 學佛是 可是我還是覺得說 不管怎麼樣 我 那個 那個一個正裝法師啊 我在那個我們華藏店 那個長桌那個 原木的那個長桌那邊 他就坐在我對面 我是請問他佛法 我是請問他佛法 他女眾法師啊 他就跟我們 也不是說請問啊 就是閒聊而已啊 閒聊 他說他聽了誰的課 聽了誰的課 他鼓勵我去聽什麼人的課 他也傳了很多賴 那時候以前也傳了他的一些課的 那個時間他的新的給我看 其實我都沒有看 熱熱等我看了跟我幹什麼 他給我講了一句話 金鋼金裡面 如何降伏其心 他說你把金 三張舌部經典的看片了 你的心也降伏不了 只有一件事情 把你的心布施出去 我覺得這句話對我來說是非常好的 是非常好的啦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加持 對不對 那我在沈天寺的時候 你看看那個沈天寺 我才出家幾年受戒而已 那個傳聖法師啊 所以說我對傳聖法師 當你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對我的道業上的鼓勵啊 開我的智慧 我都很感激啊 傳聖法師說 廣進牢上的法門 在外面沒有在流通 他的法門是頓悟法門 我覺得說這句話對我來說 因為為什麼我可以接受呢 為什麼很歡喜心呢 因為我對這個工作 沈天寺的這個法門 修行方式 我非常認同 他有的師兄弟怎麼說呢 我來這裡不是做工科 我來這裡是收工的啊 做工科我就要來啊 所以說我非常認同這個法門啊 有的人他就 甚至有人說 在沈天寺他都學不到東西 可是我的任何所有的基礎 我都是在沈天寺學的啊 從現在來看 我各方面都贏過他 如果說以那個世間的比較 來比較的話 我各方面都贏強過他 他說他什麼都是在 他的沈天寺沒學到什麼東西 可是我什麼東西都在沈天寺學的啊 所以說這個是每個人的理解啦 所以希望說我們大家 我們這次在這個地方上課 你們平常可能都在樓上上課啊 或聽課啊 我的課就是很簡單的一些範敗而已 可是我覺得說 這個就是最直接的用功 最直接的修行 而且我現在可以非常認 非常肯定的就是 這個是一個菩薩恨的 菩薩行 觀音行 這個功課啊 可是我們有時候 我雖然是這樣的理解啊 對大家 信徒來了 我是非常珍惜的 五分鐘 我可以講五分鐘 幾分鐘 我都非常珍惜啊 我都非常珍惜啊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 珍惜這幾分鐘呢 叫他拜個佛 我也很高興啊 他不會拜佛 我叫他拜佛啊 講個簡單的 叫他三歸一啊 叫他帶著他拜三歸一啊 我都很高興啊 講個簡單的話給他聽 我這樣就很高興啊 佛法這樣子把他 把一件簡單的佛法告訴他 我告訴他的是什麼 你要布施 布施什麼 你的時間啊 把你的時間布施出來 把心靜下來啊 把你的心靜下來 進來幹什麼 念佛啊 讀經啊 這個才是我們 我們需要的啊 你講一大堆道理 是懂非懂 幹什麼 他這樣這樣子 他就是佛法 他這樣就可以理解佛法 我們各位在座的十幾二十年了 我們對佛法真正理解了沒有 所以說這個 我覺得說實際的用功 我覺得說比較實際一點 你懂 你懂很多 可是我覺得說 懂了之後 我們還要實際的去修 我們現在這個範敗啊 你的目的要幹什麼 要發心啊 要領導領中啊 領中的工作啊 對不對 領中工作 可是你只會這樣子而已 你要不要充實 你當然要充實啊 我的一個 我的給你們一個觀念就是 我們除了領導領中以外 你自己私底下要做功課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十二月底 大概十二月底 我們要去成天市潮山啊 要不要去 要 要 點點看 沒人說 你可以自己去啊 我們今天喔 我們今天喔 那個 那個客頌本 來 來 來 拜三拜喔 拜三拜啊 那個 對啊 那個講這個 如果能預料吃 來 我們今天 今天早點下 今天我們不要那麼那個 我們就是後面有那麼多水果要處理喔 那個是誰拿來的 李慧喔 李慧跟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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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以前耶 我拿空空空 講這個好像都很嚴肅啦 其實我希望大家喔 能夠對這個真正的瞭解 你瞭解之後喔 這個是我們切身的問題啊 你怎麼不去思維呢 對不對 那個 那個 那個講來講過去 那個我們課程還是要 那個基本的若人育了師 若人育了師 來 大家來我先敲一顆給大家看 若人育了 前面快 後面慢 現在還是有人 若人育 不要這樣敲啦 包括墨魚 若就是那個球 掉下去的時候 你看前面快 後面慢 前面快 後面慢 若人育了 吃 三 四 疑 卸 佛 佛 佛 六 酥 三 四 只 余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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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維挪押慶 維挪押慶之後 押慶 你就要 這個我感覺這個比較重要 有時候你押了信之後 你不曉得要在哪裡敲 要印一顆雨啊 對不對 要印一聲雨啊 大家也會學會起槍啊 大家也會學會起槍 今天我們市裡面樓上 一個在家居士的智林是戴的 那個滑滑金啊 那個滑滑斑的那個 他們今天在樓上不想唱什麼 唱得很好聽啊 就是他們全部都是居士在戴啊 所以說你基本上 你這個白眼你不要會敲啊 基本的啊 我覺得說我們這個二十四堂課 好像是到底大家會不會啊 應該要考試一下 才知道大家會不會 不然我們學了不曉得在學什麼 我教的這樣子 那你們回去有沒有用心在學 我也不曉得 對啊 今天晚上要 今天這一點點時間 哪裡有時間驗收 要驗收有可能三四個小時啊 那到我們那邊就驗收 那個我們今天南模還有那個街槍送槍 街槍送槍還有那個沙伯河的地方 什麼地方要敲什麼地方不要敲 大家知道嗎 這樣其實是 你不知道 二十幾堂課你不知道 那我是這個老師應該要跪箱了 那我這個老師應該要跪箱了 那我這個老師應該要跪箱了 男性比較穩啦 來 你拿你的隱形過來 每個人都出來拜一下 不然可能都忘光了 隱形也不要那麼大聲 不要 不用 就直接開始 就三拜 就三拜 好 你來這邊 好 你來這邊 換你來這邊 那個你先接嘛 來 換下一個 來 小妹 來 你要這邊 來對一下 對一下 直接拜 你要等他啊 等鼓啊 對 來等 我跟你講 那個這個 你不要敲這個頭啦 你敲這個這樣輕一點 有沒有敲退啊 我沒有注意聽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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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班長 來 秀儀 有沒有對啊 我沒有注意聽 鼓有沒有打對 有對啊 對對對 你不要吵他 你敲你的鼓 不然你不要吵他 你敲你的鼓 是你跑掉 不是他跑掉 你不要吵他 單排 班長 再一次 問訓 問訓 你鼓沒有敲 有啦 我沒有敲 我說你沒敲 我說你沒敲 你還是跟我說一敲 你敲 來 我來敲一次 來哈 來 來 問訓 你掃一下啦 你掃一下啦 我就說你掃一下 你還不相信 來 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不管圍挪敲的怎麼樣 或者鼓敲的怎麼樣 你本身你就要穩啦 你本身就一定要穩啦 對不對 來 問訓沒 來 你本身就一定要穩 所以說你不要說 他敲的對不對 你不用管 你就是已經開始了 你就不要再講對不對 你怎麼這樣敲 你不要這樣講 知道嗎 就說已經開始了 你就不要再講了 你做你的那個鼓打他自己的 鼓打得好不好 好 你鼓打得對不對 你不用管 那個打鼓的 那個引擎打得怎麼樣 你也不用管 你就打你的 知道嗎 好 開始 這個拿引擎都還不行 問訓啊 好 好 換你 來 你們這排出來 來 那個班長你去打鼓來 來 打鼓 打鼓 打鼓之後 配合他打鼓一下 來 哎呀 連到這個時候 他的鼓還是引擎還打鼓 怎麼辦啦 不錯啦 比我好了 好 好 滾訓 這個敗三敗是對啦 沒有敗到失敗去 好 來 換打鼓 換你去打鼓來 來 下一個來 你過來 那個 那個你過來 你為什麼不出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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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不要打那個頭啊 那個不要打那個頭 那個你親那個頭 我們不要那麼重啊 輕一點 好 滾訓 好 滾訓 對 滾訓好像有點 有點沒有跟上耶 來 再一次 滾訓 滾訓 有時候都只有理論而已啊 你實際上才你才知道你到底會不會 你看看 滾訓 好 換你去打鼓來 來 換下一個 這樣去打鼓來 回去 拜 你 好 換你去打鼓來 換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準備 美修跟那個方瑩一起準備一下 先出來啦 你們先出來這邊等 先出來這邊等 一個坐在那邊 來 不要敲頭啦 你還敲頭 因為這隱形的聲音很大 會傳到隔壁去 對啦 再次 好 來 下一位 對 那個鼓啊 他拜完問訓的時候 問訓 問訓 你就要咚咚咚咚咚 你就是佛起來的時候你要咚咚咚咚咚咚咚 他佛起來的時候你要咚咚咚咚咚咚咚 你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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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你敲得太 引擎你敲得太快了啦 帶點是 混訊 你那個佛 你還在拜 你還在下面 你就那個佛已經敲完了 不小心碰到你 不小心碰到你還是要敲啊 好嘞 不要敲那個頭啦 引擎不要敲頭 不是啦 不要那麼大聲啦 不要敲頭 對 混訊 對 反若人必了 十 三 四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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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你去打鼓 這個 這位沒問題啦 這位沒問題啦 游泳見叫沒問題 若 一 一 四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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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五 五 六 五 三 你帶著他 拜 你帶著他 你不用這樣子丟到 你就從來就這樣 你不要這樣 我沒有去阻止你 不用怕 我 人 欲 搖 知 生 事 儀 佛 混 宣 鼓巴打彎 鼓打彎 你們回去的時候有時候要幫忙互相教一下 好 換你去打鼓 來 換下一位 下一位 麗君過來 麗君 來 過來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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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人欲了是怎麼不會打鼓 靠近一點啊 不然你怎麼辦 對 回去 雙手合掌啊 如果 沒有上場都不曉得你們到哪裡去啦 好 來 換你去打鼓 來 麗君來 麗君來 立委 要不要上來 不會 你不要打ков那個 我跟你講來 來 這個 挑 對 對 不是 你這個要拉長一點 這個這個拉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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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軍 已經都快掉下來了 好 來 來 回去 忘記了 忘記了引信怎麼拿了 這邊還有一個 這邊 這邊 來 換你去打鼓 我來敲 來 來 這個是我 你拿那個 這是我 來 那個 大家注意一下 那個 包括那個立會 包括那個議警啊 他那個拜拜 我側面給你們看 來 最後一堂課我們還在教三拜 他引信也拿不好 其實說起來就是大家沒有那個時間 還有上班 下班之後還有大家也是要忙 所以說這個都是一個困難的地方 那我們就是拿引信啊 我們因為 你 包括我在室裡面 包括我在室裡面 我拿引信啊 我也都是這樣拿 這個頭我都不敲這個頭的 不敲這個頭的 我都是敲這樣子 大概這樣子 這個頭大概下來 這個大概都會是這樣子 都會這樣子 這個 這個清啊 也可以很大聲啊 我覺得如果敲這邊 我覺得說聲音太響了 太響 因為我們大電也不大啊 人也不多啊 如果說禮拜六那個八關在界的人多的話 我會引信 我一樣敲這邊啊 可是我會敲大力一點啊 我一樣會敲大力一點 所以說這個東西 基本上你回去啊 我跟各位講啊 你要比人家優秀 世間的優秀啊 那個一個師父是誰啊 說那個誰啊 那個 說哪一個啊 是哪一個政府官員來啊 還有哪一個 我們還要引導他啊 所以說引導他 所以說你看看 拿著引信啊 拿著法器是 其實都是 我覺得說都是很尊貴的 大家回去喔 這方面啊 你既然來到 進來教室了 你這個基本的 包括那個當子科子 你有機會你就是把它動一動 或是去想一下 我們要怎麼拿 這個基本的引信啊 你也會拿啊 交到二十幾堂課 你都不會拿 這個六年課不過去啊 這個師父怎麼教的啊 這個就是若人欲了之 所以說你拜的時候 這個已經不用想啦 拜一下咚咚咚 壓慶 起來 咚咚咚 壓慶 起來 然後第二拜 拜下去 起來 下又上 然後第三拜 咚咚 連續兩下 連續兩下 他第一下不用敲 他第一下 咚咚咚 咚咚咚 對不對 然後佛再起來 他就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 咚咚咚他就頂我 不會 他就若第二陣的若人欲了之 所以說你這個若人欲了之 所以說若人欲了之 你隱姓也是降恰 若人欲了之 三 鼓也是降恰 若人欲了之 這基本的你一定要把這個搞懂啊 美秀 美秀 來 我再示範一次 來 問 信 若人欲 若人欲 咚咚咚咚 還有一點喔 你們拜佛的機會太少了 真的太少了 拜佛喔 你們要多 有機會啊 你們在家裡面 家裡面是不方便拜佛嗎 沒有地方拜佛嗎 還是不方便拜 不方便拜 你要拨個時間來市裡面啊 不要每天來啊 一個禮拜來一次就好啦 對不對 每天來最好啦 好 所以就這樣子拜 問 去 若人欲了之 若人欲了之 那個節奏要搞清楚 這基本的啊 我們打板啊 如果說你到市場裡面去 你做義工啊 師傅 你們一群人很多人來參加法會 有時候師傅就叫你們幫忙打板啊 給你們打啊 你們練習啊 有人就是打那個板啊 有沒有啊 咚咚咚 一樣啊 若人欲了之 三四 集中的時候 有時候這個法會 這一次相結束 下一次要開始之前 他去怎麼敲呢 打那個打板啊 敲一下而已啊 敲 敲 走幾步 大概手持幾步 敲一下 敲一下 然後結束的時候 敲敲 就OK啦 是嗎 OK 好 然後我們這個 我們來 那個 那個其實唱頌 敲敗是很好聽啊 我們在下面聽啊 都感覺很莊嚴啊 很好聽啊 敲敗很好聽啊 所以說 有時候你們聽那個流行歌曲 有時候我覺得說 這個可以 佔佛 佔法 佔聲 這個 對這個你看 那個 四生九有 同登華葬玄門 這個是多麼大的悲心啊 對不對 四生九有 臺軟施化啊 我們九法界的眾生 九法界的說 同登華葬玄門啊 31月啊 31月 八難三途啊 八難三途 光露比如心海 所以說我們學佛 我們天天在唱這個 就是在咒 31月啊 31月 八難四生九有 我們隨便翻啊 四生九有 同登華葬玄門 八難 你天天唱天天唱 這個就是咒願啊 這個就是 這個說起來就是 你的信心念念都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不是修行啊 這個就是修行啊 是不是 來講什麼修行 我們一大堆的理論 我們就是這一念心就是 希望說所有的眾生 都能夠逛入比如心海啊 這個怎麼唱呢 來 現在才教這個 所以說隱親你要會拿 隱親你要會拿 那這個 各位講 現在講這個 鴨慶跟印語 鴨慶之後 這個地方是 我們現在討論 現在講這個四生九有 有沒有 第31月 鴨慶之後 鴨慶之後 你要印個 我們本來都是印語對不對 可是這個地方要不要敲語啊 不用敲語啊 鴨慶 你要印個語 印個隱慶啊 聽不懂嗎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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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生的佑 那個佑的地方要敲個大慶啊 鴨慶 印一個語 不是鴨慶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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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印個 要 壓個大慶 然後印個小 小影慶 影慶啊 這幾槍啊 此生 久 悠 痛 等 恩 花 阿 張 雪 阿 門 瓶 阿 卡 瓦 阿 阿 阿 彼 彼 彼 弦 心 那個慶敲在最後一個字 你隱慶要再跟那個字三規一一樣 三規一一樣我們又講過三規一 來 三規一九中十五谷打完了 壓慶敲個隱慶 對不對 然後起腔 只恨 鬼一佛 荡言众生 一皆大大 八五三三心 八五三 你把那個新的引擎 移到上面 八五三三心 大慶敲下去之後 引擎再敲一下敗下去 立軍聽到嗎 立軍 你出來示範一下 我再講一遍 法 那個起槍 這個拿引擎的時候不用木語對不對 壓大慶 另一個敲個引擎 不是壓引擎喔 然後開始起槍 這不槍了 然後最後一句 法 八五三心 敗下去 動 起來 九中 董 董一 董二 董三 董四 董五 董六 董七 董八 董九 所以說你來看那個 光兩 那是三歸一 法五 上 一 asing 敗下去 董一 自歸佛 自歸法 就是起來的時候就不用再問訊啊 所以說他 敗下去 董一 起來的時候 董二 對不對 他叫董三 董四 董五 然後 我們跳到歸一聲 歸一聲 要慶 要慶 引慶 這歸佛一聲 當願眾生 同理大眾 一切我愛 何難生 走 敗下去 董一 起來 董二 然後還有問訊 董 問訊 這樣子 歸一聲就多一個問訊而已 因為結束了 三規結束了 他結束他挑寶中鼓 董一董二董三董四 就這樣子 來 我們 那個六句戰 我們好像都沒有練習過 第三十三頁 第三十三頁 來 給你看 給你看 來 來 來 委託 委託天將 最後兩行 委託天將 最後兩行 謝謝 有 這個釣 這 這個釣 這個釣 有啊 有煩原啊 這裏有煩原啊 這裏有煩原啊 不好 用了 大家在桌上敲就好了 我押琴 你們就是打上板跟下板 來 他要敲個木魚 為陀天佳 佛山 我不用看了 佛山神武你不忙 佛山神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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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紅色 愛 幫助這魔具 拜公德南論 是 爱 血 道 果 全 心 南 蘆 菩薩 摩 上 叛 我 佛 エ 亘 佛 的 諾 這個叫做六句讚 後面跟各位講一個問題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場 比如說我們今天是出一或五共好了 佛弦五共 一定要唱個讚對不對 我們可能要唱個接近真相或爐香讚 或香才熱 這個前面這個讚 後面就是有個三稱的那個 比如說香雲蓋 一定會唱香雲蓋對不對 後面這邊就沒有這個香雲蓋了 而且它比較快 比較快啊 唸得比較快 為什麼它結束了 我們結束的就是比較輕快 爐香讚啊 接著這樣就要慢慢的上 爐 那個為什麼要香雲蓋呢 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要拜三拜 香雲蓋的時候 我們說那個香要拜下去磨起來對不對 那個地方就是如果有功德主的話 有功德主的話 他就是在這個地方拜三拜 拜三拜 或者說我們大家在一起 共修的時候就是這樣拜下去 所以說前面要拜 後面我們要不要拜 後面我們就是自己 你看看後面就是我們自己 法會結束了 我們就禮佛三拜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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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打鼓啦 也不用打鼓啦 所以說你不用這樣 後面也不用這樣子 後面就是唱那個輕快的 比較輕快的 後面也沒有香雲蓋 就是讚嘆那個尾頭菩薩這樣子 護子 護子佛法這樣子 擁護佛法四宏生 保祖正母君 功德難倫 祈禱負尋星 那個張居士 那個說美國那本要500本的客送本 我現在還在注意 蛤 我還在注意 因為 注意 因為他那個 他除了那500本以外 還有其他的 他我每天有把那個封信 那個封信 蛤 他除了那500本以外 他還有其他的封信 他出的量很大 那那個的話 要除了那個封信那邊 他 封信是 對 他就封信 那我 我是印了之後要怎麼送過來這邊 我現在在這邊那邊 我現在他印來是不是會直接到 我跟他講玄狀 就是跟他講直接到我那邊 看看是不是基金會這邊 直接過去那邊再還是怎麼樣 對 直接去覆蓋就飛了 等一下 直接去覆蓋就飛了 直接去覆蓋 直接去覆蓋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這個饭拜對我來說 其實這是我們每天都必須要做的 所以說出家中佔了很大的便宜 佔了很大的便宜 天天都要念 居士來他們要做功德 師父出面 天天都念 對不對 你們偶爾久久才念一次 我們是幾乎天天都念 所以熟得不得了 也會很熟 所以說我們有時候會念得很快 超快的 居士會說 家屬會說師父念慢一點 給你一個紅包念慢一點 不是 不是 有時候他家屬是很虔誠的供養 不是說叫我們要念慢一點 開玩笑 那個八十八佛呢 八十八佛有忘記了沒有 八十八佛呢 有沒有時間讓我們練習的 八十八佛齁 來 八十八佛 基本基本最基本的 你要把後面這段學起來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四一切人之之 我也信真與欲 一切偏離幸福 第幾頁啊 五二三頁啊 五三頁啊 所有十方世界中一切 你至少這段子一定要滾瓜爛熟 要很熟啊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四一切人之之 一定要 你可以慢慢敲 你不要敲那麼快 你要慢慢去揣摩他的節奏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四一切人之之 慢慢慢慢去 你不要快 你自己下練的時候 你不要快 你就是把那個節奏搞清楚 下面這段比較 三四一切人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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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依情今盛與依 一切偏離 一切偏離近五欲 撲懸恨怨未神離 撲懸一切入乃仙 你把它搞懂 你才知道花骨是怎麼來的 你現在都搞不懂 你現在搞不懂 敲都敲不好 你怎麼會知道 花骨是怎麼來的 後面還有往昔所召諸耳月 往昔所召諸耳月 皆有無思嘆神之 從生於一致所生 一切我全皆採揮 要不要上來練習一下 不用 不用 那個小妹來過來敲一下 不要啦 要來 其實這個骨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敲的 就是從後面這段敲兩段 兩段這樣就可以了 我會不會講一件事情 這個骨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敲啦 至少它的音感要很利 你就是其實我們大家都很喜歡打鼓 可是你一定要 我覺得說齁 我們就是 鼓就只有一個而已啊 我們一場法會就一個鼓啊 不是每個人都發一個鼓啊 對不對 所以說齁 你要 你要 你要覺得說齁 我如果說我輪到打鼓 我就打鼓 沒有輪到打鼓 也可以 不要說齁 心裡面就有 有問題啊 有 點點點啊 不要這樣子啊 好來 教教看看 來 善事一切一切認識之 我已清今生與意 一切偏離盡無欲 譜弦恨願未勝利 譜弦一切入來切 一身譜弦擦乘生 一一偏離擦乘婆 一一乘中乘屬婆 可出菩薩眾悔中 我系所造諸惡業 皆有無事探成此 從生與意志所生 一切我今皆常悔 十方一切諸總生 何曾有懸疑 如是十方觀無邊緣 神經悔相依如是哪 莫大恨菩仙菩薩那 莫大恨菩仙菩薩那 莫大恨菩仙菩 來 藍心上來一下 藍心的音感也不錯啦 來 自己敲 自己唸 我所有事旁事皆中 三世一切認識之 我一清今生與意 一切偏離盡無雲 浮現何願未勝利 浮現一切入來切 一身浮現擦乘生 一一偏離擦乘婆 一一乘中乘屬婆 可順菩薩眾悔 我系所造諸而業 皆有無事藤成此 從生意意志所生 一切我今皆掌揮 一切諸總生 而曾有學技無學 如是十方觀無邊緣 皆回相方一 意志如此 欲如是哪 違어나 Other Is Your Master 祝全能 kuongebu ser na 獻譊婦chtana 喪辯奪 喪 祝全能 su 欲 Yarak 九重十五穀 好 再跳到这边 好 再最后一个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认识之 我一亲今生与一 一切偏离境无欲 普现恨愿未胜利 普现一切入乃仙 一身普现叉成生 一一偏离叉成佛 与一称宗称宿佛 各处菩萨众悔众 我惜所造诸而业 皆有无事叹成痴 重生与一致所生 一切我今皆掌揮 十方一切诸总生 而成佑学计无学 一切如来与菩萨 所有功德皆随心 十方所有世间等 最初成就菩提者 我今一切借全情 尊与无上妙法论 于是涅槃 我惜之仗恶全情 为缘救助擦尘皆 一的一切 如是世华光无边缘 尽回向一如是 可那莫大恨普现菩萨 莫大恨普现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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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张君九松十五谷 张君寺 希望大家能够 我们对我们这棋 能够用一点心 来 上来 张君寺 来来 郁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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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都用跑的 你看看 你看看 很老练的 你看 不会亏待自己 来 所有十方是解 众生是一切认识之 我已清净甚于义 不虚便离近无欲 普现恨愿未神力 普现一切入乃千 一身浮现叉成生 一一偏离叉成佛 余一称宗称属佛 各处菩萨众悔作 念啊 帮我念啊 诞辰 自己念啊 余一自所生 一切我今皆常悔 十方一切注重 何曾有学即无学 一切如来欲菩萨 各处自简灯 最主成交佛体者 握紧一切借全情 专一无上妙 如是实法 光荒无边 愿尽 旧一相 一如是 每一无人 我太恨普现菩萨 我太恨普现菩萨 所有十方世界中 所有十方世界中 善知一切認識之 我已情情深於一 一切偏離近無欲 瀑懸恨怨未勝利 瀑懸一切入乃間 一身負心擦整身 一一片綠擦整風 一一乘中乘輔佛 瀑懷 無盡負心花絕世依來 神情中何皆同盼 何以一切盡整來 無盡無盡廟連此 今未來一切皆 將功成成功德 或許所造主而約 皆有無事探成此 從生於一致所生 一切我均皆成悔 是放一切諸總生 而成有學既無學 一切如來欲補善 所有功德皆 世間的人 最初成就菩提者 或盡一切皆全盡 專於無上妙法輪 祝活如一世涅槃 我喜之常惡全盡 為願求主擦正前 一切一切諸總 諸是世法官無邊緣盡 心為相依如是那 莫大恨普現菩薩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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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 敲錯了 不要笑 那個就自己從來就好了 不要養成這種習慣 好 學會 來 這個總是要在私底下再練習 不要 我們這邊只 當然要學 師傅講了 師傅大概講一下 那個最重點是 大家回去一定要學 來 我心所遭出耳葉 所有四方是解中 我 從這裡啊 所有四方是解中 三世一切認識之 我一清今生於一 一切便利盡無欲 普現和願未勝利 普現一切入乃千 一身付煩喘整這種貢 一以偏利 善整佛 一以稱鐘 稱速佛 各� age蹤菩薩眾悔眾 五今法皆誠於賊 身心無脫皆嘗慢 各あ日 全應神害 父徒物尽妙眼赤 今與未來已且擱 縣破身身共得海 與主最生妙法曼 即月果閒亮 所造主耳也 皆有無事探成此 從生於智所生 一切握緊皆常為 釋放一切諸總生 彼著握緊及切切淺心 專於無生妙法論 倫如世世帕觀無邊 願勤回向一如世 莫大恨 菩仙菩薩那 莫大恨 菩仙菩薩那 莫大恨 菩仙菩 九中俗谷 莫大恨 菩仙菩 菩仙菩 來 張菩仙菩來 換妳看 不用坐了 快上來 快上來 來 敲一下 這個 我覺得說 我希望說坐下來沒關係 坐下來 坐下來 那個男眾 我希望能夠多發心 因為現在到場 男眾 這個稀有動物 快絕肌了 快絕肌了 大家珍惜一點 來 我所有四方四節中 三思一切認識之 我已清淨甚於一 一切偏離淨無餘 菩仙恨怨未勝利 菩仙一切入乃皆 一生菩仙叉生 依依偏離叉生佛 一依稱宗稱屬佛 各處菩薩縱悔 無君法皆趁已燃 身心出佛皆所蔓 各依一切應神海 鋪出無其妙眼痴 今與未來一切皆 戰佛深深共得 一主最深妙法曼 七月徒香既善改 如是最深莊園 我已供養主如來 最深一夫最神相 莫享受相遇等主 一依皆入妙稿局 我已供養主 我已所到故而言 皆由無事探成此 重生欲一致所生 一切我今皆掌揮 釋放一切諸總生 二成有宣義無 一切如人與菩薩 所有功德皆水心 釋放所有事情等 最初成就 至乎是最先情 轉於無上妙法輪 至我若於是涅槃 我惜之稱惡全情 解禮了一切諸總生 所有禮詹供養父 請佛諸師轉法輪 隨喜懺悔諸善根 回向眾生祭佛道 願將一致聖功德 回向無上正法 如是世法光無邊 願願願請回向一致聖功德 如是世法 喀大恩 菩薩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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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中十五谷 好 謝謝 基本上我們今天到這邊 我們準備下一個吃東西 我希望大家 我們今天上課 然後我會在群組裡面 把群組裡面的那個 我會傳一些 界定真相 八十八佛 那個影像 我是想說我這樣這樣想 讓大家複習 大家學了 我希望就不要 也要多練習 還有我們這個都是很基本的 基本的 更高階的 什麼就是高階的 其實就是說我們 我是希望大家能夠多參加 共修還有法會 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直接 我覺得法會就是菩提心 就是菩提心 所以說我們怎麼修 我們都在書本上的理論 我們都是書本上的理論 可是我覺得真正的菩提心 就是佛的大悲心 只有佛的大悲心才有 就法會當中 比如說我們拜這個水灘 或者讀地藏經 我們哪有大悲心 我們哪有菩提心 只有讀經的時候 我們隨喜地藏菩薩的功德 隨喜觀世音菩薩的功德 比如說我們唸大悲咒 我們唸地藏經 或唸阿彌陀經 無量壽經 裡面才有菩提心 我們人 我們凡夫俗子 樂章深重 無明煩惱那麼重 哪來得菩提心 我們要修菩提心怎麼修呢 賭經啊 拜佛啊 拜燦啊 對不對 你進來了 所以說我覺得說我們 我覺得說很不可思議的就是 你只要進來了不管你懂不懂 都中了無量的三根啊 是不是 你為什麼要放棄這樣的一個因緣呢 就是我覺得說這樣的一個修行方式 我覺得非常殊勝啊 從古到經 除非你在我們禪宗 我們漢傳佛叫禪宗啊 你不立文字 見信成佛 那個是要有大根基啊 對不對 你做了一輩子不一定有這樣的 不一定能夠 不一定能夠 側見本性啊 開悟啊 開悟開悟 開悟到 像那個虛擾上來過禪師啊 我們哪有那個本事啊 我們做 我師兄弟 他腿弓很厲害 腿弓很厲害 有的法師啊 腿弓也很厲害啊 可是我覺得說我們這個心啊 腿下來的時候啊 就是對外面外在的環境啊 會排斥啊 不喜歡吵雜的環境啊 這個我覺得說 這個好像都還要再加 還要再進步一點 還要再加強一點 我現在的信念是什麼呢 我現在覺得說 什麼住山啊 住毛棚啊那些都不對 我們根本就沒有那種根基啊 我是這樣走過來的啦 當然我是 這是我個人的感受啦 我覺得我現在要敢 我現在一直要強調的就是 我們學了佛 你學了佛 你這樣剛剛你學了佛 這一點 你就強過其他太多 你不用說很懂很懂 很多東西啊 你就跟著佛跑就對了 跟著佛就 你要做義工啊 或參加法會啊 跟著拜啊 這個都是非常殊勝的啊 這個都在行菩薩道啊 我覺得說要怎麼修啊 你要如何累積你的功德啊 你就跟著隨喜佛的功德 怎麼隨喜呢 賭金啊 拜佛 禮燦啊 法會的時候來幫忙一下啊 做義工啊 現在人手都不夠啊 對不對 你不要說 或者說我一定要拜啊 你幫忙做義工也可以啊 對不對 義工 義工也要學啊 那義工 有時候義工 連義工怎麼做都不會 或者說只有拿香 可是人怎麼維持啊 或者引導信徒 引導家屬 引導什麼人 剛來的人 剛來的人 或剛進來的人 那如何引導他們啊 什麼都不會 或者說我們 看到什麼事情 我們也不會主動去做 這個都是有需要 需要慢慢的再加強的啊 所以說學佛 我覺得學佛 我們當然是很喜歡 深入教理智慧如海啊 可是我覺得說 我這樣子感覺就是說 我也接觸很多人啊 我接觸很多人啊 法師啊 我就不要說 不要說再加居士啦 法師就好了 我覺得說 我們要 這個情緒 情緒啊 情緒啊 還有我們的那個執著啊 要 本來沒那麼簡單 沒那麼簡單 知道嗎 有時候我們 我眼睛也是長在頭頂上面的啊 我心裡面 我也會去分別啊 我當然是 出門啊 出了門 我這邊也看看 那邊看看啊 好的我也看啊 不好的我也看啊 今天有師父跟我講 來傳來 那個食物怎麼樣 那個食物怎麼樣 我都沒有人了 你還要挑 那挑那挑 都沒有挑了 所以說 這個 這個 有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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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說 我們大家都 啊 喜歡這樣子 好像靜靜的 上課 可是 對有的人 習氣比較重的人 我們就很排斥 我現在一個想法 就是說 只要進來的人 都中無量的山根啊 我講一個 我93年來林祭祀嘛 我那時候 其實法器唱送這個版 這個我基本上都 基本上都會啦 他們也不曉得我會不會啊 可是我一敲 我敲 剛進去的我是小 雖然我的 我出家時間 都比他們還 資歷比較久 可是我進去的 我說是新學生啊 新同學啊 我敲魚他們就知道 我會不會啦 你在拍我嗎 好 你在自己在 你在化妝啊 我93年進去 有三個外面的師傅 加上裡面兩個師傅 老人家 他們是 他們幾個人是一起的 我是被 我是比較 比較啊我 我是 反正是 菜椒啊 菜椒啊 我就是先打小魚嘛 打小魚 你一打人家知道你會不會啦 我就變成排斥 變成排斥 排斥了多久呢 好幾年啊 不是一年啊 不是一下下啦 我也不會講話啊 我也是 不會跟人家互動啊 我就是 他們有年紀的人啊 他們一看就是他們只會這樣 敲敲打打而已啊 可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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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年紀 先走了兩個 先離開了兩個 剩下一個 一個喔 我就 其實啊 慢慢的那個頁有在轉啊 我看到了什麼你知道嗎 他 字懂得不多 我 我拿出來講沒關係啦 他 念口啊 他念了 那個咒語啊 我們那個咒語啊 前面南模啊 他念得很大聲 然後中間那段咒語啊 鱸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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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鱸� 唸一兩句 唸一兩句 後面啊 大慈悲乎 一般人看了齁 就是這個似乎都不會唸 可是我看到了什麼你知道 我看到了齁 光他唸這個大慈悲乎 唸這個南謀 南謀啊 撞了大扇根啊 他天天唸 機會比你們多太多了 對不對 我看到了什麼看到他的善根 看到他的福報啊 你不要說他現在什麼都不懂 你不要看他 他不修行 有沒有在拜佛 他來了就是拿了一點小紅包 就這樣子而已啊五百塊 跟我們師父老和尚講 這個太少了 多一點錢多一點單金 師父說好好好 多一點單金多一百塊 多一百塊 多念一本阿彌陀經 我覺得說齁 他們想你看看他們要求的就是這 那麼簡單的東西 那麼簡單的東西啊 這有什麼壞嗎 這沒有壞事啊 而且這他的功德這麼大 天天來幫忙 是不是十幾年都在這個地方 中了我覺得說中了大扇根了 這個扇根絕對比你們強太多了 是不是 那麼兩個字就夠啦 天天在那麼 那什麼什麼佛 然後佛 麥克風都督到嘴巴裡面去了 最後一句的時候啊 大吃北福 那個麥克風都督到嘴巴裡面去了 唸的特別大聲 那個當子喔 他負責敲當子 敲得又特別大聲 我就有點受不了 可是我在這地方齁 在他後面這幾年齁 我跟他變成好朋友啊 第一點老 我們的心改變了 你看看這個拿摩啊 那這什麼佛 那個 我覺得說齁 所以說我們學佛齁 我覺得說不用懂太多啊 你要趕快修了啦 趕快修了啦 我們沒有多少時間 可以這樣浪費了你知道嗎 你還有在 我在靈濟室有講過 你不用再繞一大圈去研究了 你現在當 現在就當下你就可以修了 而且我覺得說我們現在 那個業力那麼重啊 當你生了病的時候很苦啊 我去印度回來 我去印度讀華盈經啊 我們華盈班 我們華盈經共修的 去印度讀華盈經 菩提嘎亞那讀華盈經啊 早上六點開始出門 他們那邊的時間 晚了我們兩個小時吧 還是早我們兩個小時 從八點開始練到晚上六點 沒有什麼休息呢 我做一整天啊 回來的時候啊 腳已經在不舒服了 然後回來的時候病了半年 很苦啊 病了半年啊 怎麼醫都醫不好啊 去看醫生啊 怎麼醫都醫不好 一個師傅 一個師傅介紹我去哪 什麼醫院看 不看還好 看了更嚴重 晚上都沒有辦法睡 很痛苦啊 後來是怎麼好的 你要相信真的是 世間沒有病 真的都是業障病啊 世間沒有病 在我身上啊 世間沒有病 真的都是業障病 我姐姐大概半年了 我姐姐來看我 跟我姐夫來看我 第一次來看我 我姐姐有學過推拿 他說他有去學過 他可以考 可是他不想考 他說他也不想賺這個錢啊 可是我說你拿那個牌照 總是不是壞事吧 可是他就沒有那個心啊 他就會 他回來他給我推推推推 這邊給我推推 我覺得過了啦 過了 我就慢慢好起來了 換我姐回來 有一次來跟我 他我給我推了之後 他回去病了半個 病了一個多禮拜啊 甘苦整禮拜啊 這個業歷就是這樣子啊 我剛受戒的時候啊 我一個師兄弟啊 他說他肩膀很痠 這個脖子這邊肩膀很痠 我就啊 那時候才二十幾歲啊 剛退文嘛 抓一抓抓一抓 要不要幫你抓一抓 我抓一抓之後我上電 我們要演練啊 那個山壇大界嘛 我才幾歲啊 剛退伍而已啊 我哪有什麼問題 身體很好的啊 換我這邊在痛啊 你說這個是 是我自己想的嗎 所以說我是覺得說 這個業力啊 我就心裡面想 哇這個業力真的不可思議 對不對 這個業力真的不可思議啊 有沒有啊 我們讀了那麼多信 可是我們有時候不相 甚至有人不相信啊 我一個我常常寫 以前我常常寫啊 沒有賴的時候啊 我常常寫一些東西 跟大家分享啊 他說要懺悔啊 怎麼樣啊 一個師父馬上回家 天天要懺悔 天天要懺悔 哪有那麼多東西要懺悔 喔 他氣不平呢 喔 後來不理我了 我師兄弟啊 哪有那麼多東西要懺悔啊 他傳那個簡訊啊 所以說我們學佛 他說修行要快樂一點 你幹嘛天天要懺悔 我是對 我也很快樂啊 可是我是覺得說 我們心裡面要 這個業力要趕快懺悔啊 我們什麼時候要吃東西啊 我們什麼時候要吃東西啊 今天結束開個大合照 今天人比較多 好 好 今天開 然後再吃 來 來來來 先回鄉 來 大家在那個群組裡面 我希望說大家能夠 我會講一些 總是 我 大家都有看到啦 我的 我的觀點 大家也會看到 希望大家也不要排斥啦 不要排斥 南無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地藏王菩薩 南無地藏王菩薩 阿彌陀佳持 地子眾等 讀經 念佛 此奏 拜佛 學法器 所有功德 回向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佳持 天下和順 日月清明 風雨 風雨以時 災力不齊 國風明安 兵歌 無用 從德 心人 勿修履讓 國無 道賊 無有願望 強 不凌弱 各得 阿彌陀佛加持 地子眾等 家親眷屬 個人 累劫 冤親 在主 歸一佛 歸一法 歸一身 歸一佛 兩族尊 歸一法 禮遇尊 歸一身 歸一佛 歸一父 不脫地 obrig 歸一法 不脫厄 歸一身 歸一佛 靜 歸一法 靜 阿彌陀佳持 弟子眾等 家親眷屬 個人 累劫 冤親在 歸一佛 歸一法 歸一生 歸一佛 良阻尊 歸一法 歸一身 歸一佛 Teles 归一法 不斷惡鬼 归一身 敬 归一法 敬 阿彌陀佳慈 弟子 众等 家亲 眷属 个人 累劫 冤亲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归一佛 两足尊 归一法 礼遇尊 归一身 众 归一佛 不斷 地狱 归一法 不斷惡鬼 归一身 不斷 畜生 归一佛 敬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观世音菩萨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加持 弟子 众等 家亲 眷属 个人 累劫 冤亲 载足 月障 消除 善根 挣扎 福慧 圆满 受持佛法 具足 正知 正见 发菩提心 身心 安乐 无量 法喜 具足 无量 功 永护佛法 护持 愿生 西方 净土中 九品 莲花 为父母 花开 见佛 五身 不退 南无 阿彌陀佛 南无 观世音菩萨 南无 地藏王菩萨 阿彌陀佛 加持 地子 众等 业障 交除 有大智慧 大福报 发大菩提心 南无 阿彌陀佛 感谢观看